正所謂人心難測 每個人的內心都隱藏著一些 可能連自己都不知道的性格特質 虧心事每集會邀請不同的藝人 他們是完全不知道發生甚麼事的情況下 進行一連轉我們預先設計的實驗 在實驗的過程 我們會偷拍他們最真實的反應 和行為表現 還安排心理專家暗中觀察他們 因為我們要規探他們不為人知的性格缺陷 如果你也有這些性格特質 很想改,但又不知道怎麼改 或者你身邊有這些人 不想破壞大家的關係 有甚麼方法可以對付呢 那就要留意我們的虧心事了 好鬥,甚麼都喜歡跟別人鬥 成績或運動、吵架都要贏 我很性心強,要面子 比賽他會超級認真 輸了就會發脾氣 我覺得他很莫名其妙 我也有遇過的 考試,例如他低我一、兩分 他會不開心地撥下哭 然後他放下,有下次的 小時候跟家人士相關 例如喜歡帶他來跟別人比較 好鬥我覺得有點負面 但如果你從正途去做 那未必是叫好鬥 是有上進心 應該改善不到吧 本身就是他的性格 他不太影響到我便可以 如果他真的會強勁發我脾氣 我就會說,其實還是玩虧姐 你不用這麼認真 人跟人之間最忌有比較 但是有一種人特別在意自己 是否比人好 心理學之中 比較是一個社會生存的正常反應 幫助我們對人和事物 有更正確的認知 再作出相對的行為 但是人外有人 這樣比下去 對自己的情緒又有什麼影響呢 今天要探討的就是 好鬥型人格 今集我們就邀請到 Clevis、Oscar和Liam 成為我們探討好鬥型人格的 實驗對象 如果在一個要你和人 作出比較的環境下 你會有多投入當中呢 會不會不斷爭取更好的成績 直到滿意為止 張全義博士Dr.Amis 用行為主義心理學的角度 可以從一個人的反應和表現 動色一個人的內心想法 和性格特質 製作組準備了幾個不同項目 分別是跳繩、蝶杯、劍球 呼拉圈和啞鈴 放在多眼位置 讓嘉賓輕鬆玩耍 先觀察他們對每個項目的反應 要打平衡 要省平衡 他們會一起嘗試 這個遞給你 是的 但你看到Oscar看 然後他又會走動手 對 你看看多快 Clevis在這裡做甚麼 在休息… 剛才出了太多力了 Liam的迫力很強 所以他繼續專注在做同一件事 而且我覺得他好像很開心、很享受 熱身完畢 這個時候主持JoJo 就會通知嘉賓即將進行比賽 他們可以在事前練習一下 提到要比賽 嘉賓會否更加積極呢 Clevis,起來吧 Clevis,拍攝吧 稍後會舉辦比賽 但形式還在聊天 你們有些時間可以練習 是練習的 看見Oscar是思考型 我怎樣可以翻鍵 你也快 我… 你也算快 其實是有比賽的 你也算快 對,同事決定了 你只可以選擇一個項目來練習 可能要你呼拉圈 對,可能這個不是呼拉圈 你會看見Oscar 他就看,別人是怎樣做的 我又能做到的 上這裡,右底上來 這樣…這樣上來… 你又多願意教我 Clevis很專注 Clevis很專注自己在完美 很少見 本來只是選擇其中一個項目比賽 現在變成五項鐵人 得如其內的改動 嘉賓會選擇方戲 這是爭取最好的表現 對,後面就決定了 這個比賽是五項鐵人 就是一、二、三、四 五項都要玩完 轉呼拉圈十下 跳繩十下 舉鞭筆十下 打杯和玩劍球 每一個項目會大事 可以直接放棄的項目 全個時間加三分鐘 去哪裡? 我先 好,你可以… 你看見我的行動 對… 我覺得Oscar不會是第一個 Oscar不會是第一個 這個沒有難度 這個沒有難度 很支持的 很支持的 好,下一個是誰? 這個 Oscar 好,開始害怕了 你看這隻手指 對…緊張了 開始有點緊張 好,開始 加油 開始 開始 現在他的口調 好 好 好 旁邊也可以 好 好 我是不會做最後一個 這個人快,你九秒,對嗎 但是我想說 他現在在找他們落台街給自己 沒錯 其實很認真的 他本身來女,非常認真 對 這個很順暢 想不到這個是最內心 對 做得好,陰力… 對 輕力… 旁邊的他們很熟悉 他們很支持 快點,要小一點… 好 打完 好,下多少 1分16 1分16 你覺得自己做得慢了嗎 慢了,虎拉邊 既然大家都想再挑戰 最早有怎麼會放過 深入觀察的好機會 重新去挑戰 哪位嘉賓會最投入 哪位又最不在乎 又能否看到他們好鬥的一面 試一次 還是試試,現在已經熟悉了 這是原本贏最快的 他說不要緊,我再做 他根本不介意 很認真 再見 來吧 挑戰自己個人紀錄,加油 加油 很狠 加油 加油 在一個組裡 譬如這裡有三個組員 有三個組員 最支持的人就會做領導 對 因為他可以連繫這麼多人 52秒… 52秒 3、2、1 各位 其實他做得很好 好,現在多少 好 56秒 52秒 56秒 你看看 肌肉筋的鬥心 裡面是有的 這次也快了很多 你看,很明顯 這個鬥心很認真 平靜點 來吧 好,大家都有快 快了… 是否大家都快了 好 實驗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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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就說選擇夜練 之後就說要比賽 你們當時有甚麼想法 自己先選擇一個 我覺得背應該不錯 想不到你會說 我們五個都要做完 算吧,先去吧 那時候你先去吧 Oscar呢 我反而避免了一些 我平時知道自己一定不行的 你剛才說的比賽 就算吧 Furaki是我第一個會淘汰 好,Liam看見你很樂在其中 下一年 家裡有這個嗎 沒有 送給你吧 歡迎我們三位嘉賓 歡迎我們的Clartis Oscar和Liam 歡迎… 現在我身邊就是註冊臨床 心理學家張全宇博士 Dr.Amis 歡迎 你們猜到這個來測試是甚麼 很精神 Oscar說得對 就是測試你們好鬥營的特質 首先我們看到Liam 他真的很享受整件事 Oscar在計算輸贏 Clartis也在計算 哪些東西我做得比較好 但Liam會回答 其實這五種東西都很有趣 是很不同的 剛才你甚至給了Oscar一個外號 軍人好鬥營 外面好像很濫,很酷 但裡面的火力很強 對,很軍人的方式就是甚麼 很光明磊落 鬥時鬥,用自己的能力 一起進步 我不是去陰力,我不是去踩你 剛才很有趣 看到一個動作 當Clartis來反應 那一刻很明顯 而且Clartis本身想挑戰個人紀錄 對 但我也想贏 對 有個說法就是物敬天殺 女主角只有一個 大家都只有一個 台人只有一個 也要鬥 大家在鬥的時候 其實是否自己也要鬥 開始你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在鬥甚麼 有些是自己和自己鬥的 即是我想做得更好 為何她取得女主角 我取得不到這個角色 原來是因為有些事情 我做得不太好 你可以學習 有些是我要跟別人鬥 有些是我只是想贏你 我贏了你,我很開心 但有些人更喜愛我去踩你 我是用對方來鬥 就是批鬥那隻鬥 批鬥別人 就是在傷害你和別人的關係 而往往是不知道的 你也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是否所有的事情 都要跟別人鬥 我連吃火鍋都要夾走 麥魚丸? 這樣很累 可能確實的資源等等 是不足夠的情況下 真的會有競爭 但麥魚丸不用爭了 我就不需要把那份鬥 放在所有生活的臉上 大家說了這麼多 那可否根據他們的好鬥心 又會被猩猩呢 五顆猩猩其實有兩位 Clavers那些自己也想贏 Oscar那些,來女很酷 來女很強悍,來女很強悍 所以有五顆猩猩 最少是誰 對,挺明白 一顆也沒有 我看到另一個很好的一樣 你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持 你會看到你的隊友 他們自己有他們的天賦 你如何在旁邊協助 協助他們 令你的隊友展現到他們的能力 這個隊伍裡面的黏合劑 其實是你 人有這個好鬥的心態 可以是很正面的 我們很想透過這份競技的過程 證明到自己的能力 或者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發現到自己的不足 令自己變得更好 但問題呢 如果這件事 進入一個失衡的狀態 就會出事 譬如,根本自己的能力並不足夠 但我又要考全級第一 只會令自己的挫敗感 是越來越強 當你變得很挫敗 但我又要跟別人競爭的時候 言語上就會變得很尖酸刻薄 反而會令很多人不喜歡我們 另外有些時候就是 有這份競技的心態 但太過嚴重的時候 那份比較的心態 也會出現 演化成一份踩低別人 抬高自己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導致損害我們人際的關係 所以用得很耗鬥 是會令人進步的 但用得不好的話 百害而無一利 當我們發現 我們自己這份 耗鬥的心態 超出了一個正常的範圍 那怎樣調整呢 我們可以有幾個方向嘗試 第一就是回去問自己 為什麼我想鬥 為了一個目的 還是講解在我過程中 我們的得著 如果下一個 我都只是在看 我拿著第一 我們的壓力會很大 我們是人 怎樣樣樣都可以 反之我在看的是 我在中間的得著 那就不同了 因為我的著眼點 就放在我自我的完善上面 另外一件事 我們要留意的是 我在這個過程中 我是說我的提升 還是我踩低多少人 如果每一次 你在看的是 我踩低了多少人 你會對於你身邊周遭的人 是很容易會流露出 一種鄙視的心態 會令人喜歡你 你這樣想人 自自然 你只要不是第一的時候 你也會很容易覺得 你被人踩低 從而會敵視聰明的人 而不是將聰明的人 變成你學習的對象 就會進入一個惡性的循環 如果你自己都發現 你在這個競技的過程中 其實都很累 怎樣放過自己 我們可以把 各種都要跟別人比拼的範疇 寫出來先 排一個次序 哪些你暫時 你覺得重要一點 你不想放棄 哪些不給都可以 你開始慢慢排一個序列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哪些我可以暫時慢慢學會 放過一下自己先 那可能已經是其中一個開始的方法 浩鬥營人格 對於勝負會有一定的慾望 但是從他們的行為 怎樣表現出來呢? 我們在街頭邀請了路人 去做一個小小的比賽 做的時候 以後觀察一下和比賽中 他們對於輸贏的態度反應 好, 3、2、1 他不公正, 放了我的筷子 不是幫你夾上去嗎? 不是啦 你可以借力嗎? 要放慢給你嗎? 不用了 你現在是擾滴 你現在… 是這樣的嗎? 好, 時間到了 贏了的位置 你覺得過程如何 優秀的我 其實我覺得這個遊戲不公平 他比較容易夾一點 很明顯, 而且中途是有 我的筷子 我當時也有馬上舉手 所以我覺得這個遊戲 有點不公平 你會否想再來一次 我覺得可以, 但我要反過來 我要這次夾紅色 因為我覺得夾紅色 我會夾到 贏硬也是 自信收起來 我這次一定會贏 如果我夾紅色的話 紅色真的容易夾很多 我只有兩顆 我真的有難度 加速 不行了 優秀的我 不行了 最後一次 太好了 剛才交換了比賽 賽果也是一樣 你有甚麼感想嗎 這張桌子是抖的 按過去的時候 我這裡會這樣 我其實根本是做不到 我也是優秀的我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再度多一次 也可以調位再做 因為我們知道 好鬥型的人 他們很著重輸贏 就算在微不足道的競技裡面 他們都非常執著 所以在這個實驗裡面 我們正正就是去測試 實驗的參加者 他們有沒有在這方面的傾向 結果其實是讓我們看到 兩個參加者 都是好鬥的 贏了那個 固然之 你看到他開心之餘 又會挑釁別人 輸了那個 他又會要求重賽 即是代表著 他不接納的結果 他看重這份輸贏 如果一個其實不是好鬥的人 輸了便輸了 不會作其他理由 不會要求重賽 所以兩個都是好鬥的人 而透過這個實驗 我們也看到 好鬥的人 他在一個相對具破壞性的循環裡面 只是會說 我要求重賽 我會嘗試花很多的心神 放在剛才的競技上面 可能不公正的地方 而如果好鬥得來 其實具有創造力的人 很多時候他們的著眼點 就是說 我知道我剛才可能相對有些不足 甚至你會看到有些好鬥的人 會問勝利者 剛才他用甚麼方式 可以夾得這麼快 他會嘗試去學習 從而他會確保 下一次我真的遇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我的能力已經有所不同 所以你會看到 就算好鬥的人 他的心理狀態也會變得很重要 究竟我只是看別人的不足 還是我如何完成自己的能力 老師,我想問一下 例如家人其中一個 會突然用一個好鬥的方式 例如你沒有洗碗 在你出門口之前,為甚麼 不停問你挑離機 你可以如何處理和諧 跟他聊天 有些情況下 其實可以放過別人 原來我真的沒有做過那件事 那我就在那個位置投降 你明知道他也是有些好鬥的人 有些位置又無雙大雅 你就給他一個位置贏 如果兩個好鬥的人放在一起 很想撞 撞到飛機 的原因是甚麼 我承認了那件事不對 然後往往後面的說話就是 不過… 這些是否繼續支持 對方就會繼續… 原本想放下徐仔 你會說,不過… 說了很多這些人 那個人在等著打過 那件事就沒完沒了 給台階 你給台階 你還是想好一點 你承認了不對,就止於那裡 這樣會更好 如果博士尼 比較偏激的好鬥型人格 他是否要挑離機 你可以如何應對 你這個問題還是想起自己中學的時候 又有個人故事 個人故事 出成績了 我全級校第10 有個同學,原來他有一份院 阿飄 是校內士,不是A級的 他就阿飄兩分回來 那天阿飄成功後,特意走過來 我搶回第10,你只是第11 對,他就… 全程問號 好,那就要第10 那就要第11 應付這些人最好的方式就是… 不在乎 那他會在乎 給他優越的 那就要給他 真的 除了你告訴我 第10那位可以一輩子不做 第11那位,你一輩子都要做 你一輩子都要做 你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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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也想起 我大學時 有兩、三個同學很在乎 我的處理方法是… 他以後問我 你這次是GK的 我就說,我也是中心 但其實我可能已經是A級 我說中心而已 然後他沒有犯過 這些也是四兩撥千斤 是… 退了他就算了 是 高招 博士,假如我發現自己是好鬥型 我是否一下子由100變成0 其實不是 有時肯接納自己有好勝的心 好鬥的心 其實沒甚麼所謂 只不過有時就想想 我在甚麼場景下展現 是死黨,很友善 很接納 所以那些沒甚麼所謂 最多就是哈哈大笑 例如我打打機 然後你就說… Tlaven就罵人了 對,來了… 大家就是… 哈哈… 那你就沒事了 但反而有些外人在 你就可能提醒一個外人 修煉一下吧 只不過就是在甚麼場景下 給我這些面向 可以展現出來 其實好鬥心這件事 又不可以說太多 亦不可以說完全沒有 還是要回到中間那裡 也很感謝大家 真的很開放,把所有東西說出來 所以我很感謝你們三位男士 謝謝你們上來 謝謝… 謝謝… 謝謝Dr.Annis 他令我們明白了 我們有甚麼不同的朋友 也不錯 也有錢落袋 我真的騙了 我們今天做的實驗 全部都是希望觀眾 可以更多了解自己 和身邊的人 但它不是嚴謹的臨場論證 各位觀眾 如果你發現自己 或者擔心自己 有任何類似的心理問題 請教專業的臨場心理學家 或者精神科醫生 不論在日常生活 還是在工作環境 如果你突然發現你很不自在 覺得對方很好鬥的時候 我們需要留意 分分鐘你覺得他跟你在鬥 是因為你自己 也很可能有一份好鬥型的性格 因為好鬥的本質 是需要起碼有兩個人 拿個例子 你日常生活 你坐地鐵 有一個人死也要衝進去 你不是好鬥的話 你就讓他自己先走 下巴士 又要你鬆爭,我鬆爭 根本兩個人都在鬥 只要有一個人 我不鬥了 你想先走,我給你 其實整件事已經不再存在了 而作為父母 也需要很留意 可能是在無意之間 在挑撥自己子女之間的關係 把他們拿其他人作為比較 我們已經在好鬥 例如一些例子 跟小朋友說 你學習哥哥 你看他多厲害 你已經在鼓勵 他們互相之間的鬥爭 如果不好好地避免的話 自己的子女成長之後 說他們為什麼好用鬥爭 那就很無辜